习近平正在操纵中国国经济,准备对台湾下手。 9月23日,郭文贵先生直播时爆料, 这段时间,墙内网传习近平被控制了,这完全是胡扯。 这些传言江泽民死亡,习近平讲话外露,习被控制, 宣利军被判死刑,不解不缓,还有傅政华等, 所有这些焦点都是习近平故意让人去了解这些事情。 都是为了掩盖习真正参与了对乌克兰战争的事实。 目前,习近平正在搞的清零政策,疫苗政策, 以及正在操纵中共国的经济和战前总动员, 就是准备对台湾下手。 中共国无人机芯片的采购量, 在过去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, 大概增加了5万倍,而且都已经拿到货了。 就在9月22日下午,双方还进行了芯片交互接, 这一批货价值约2000多万美元, 中间人佣金就赚取了30%多, 这都是爆料革命绝对的战友们掌握的情报。 习近平在这种情况和形势下还能搞这么大的事情, 如果是被抓了, 不可能还买芯片,备赞台湾, 搞长虹6号无人机。 由此可见,西方的情报是多么的不堪, 这些信息百分之百是中共九成妖塔式的操作, 竟然连CNN、福克斯、BBC等极大媒体都还在验证这些事情。 如果这个世界没有新中国联邦和爆料革命将是多么危险, 就像乌克兰和普京的肛门癌事情爆出来以后, 没有人怀疑爆料革命说的不对, 因为只有爆料革命能掌握这样的情报, 并且敢爆出来。 全世界希望找到真相, 这是爆料革命的能力和勇气, 但是现在, 人类几乎都在远离真相, 勇气更不要谈正义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